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千千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那個就是肉桂捲吐司 因為我本人其實非常的喜歡吃肉桂捲 然後呢 疫情的期間呢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肉桂捲的老實說 所以呢 我今天呢 在網路上看到了一個食譜 演言 這是他的IG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食譜是肉桂捲吐司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簡單 所以決定今天要來試試看 那我們就一起來做做看吧 能不能成功呢 材料非常的簡單 只需要蛋 肉桂粉 黑糖 吐司 這樣就OK了 其實不知道要幾顆蛋啦 反正我就都…都下了 因為我今天只打算做幾顆就好 剩下三顆還怎麼超便宜 炒蛋 接下來就是吐司了 吐司出場 其實應該要買白吐司啊 味道比較不會強調 但是因為我們只有買到麥芽的吐司 所以大家就是醬酒店 去一整碟看起來很漂亮 我告訴你 我怎麼切得這麼斜啊 接下來要把這個邊跟邊黏在一起 加一點點蛋液 再邊邊 然後讓它黏住 然後再做美囉 這樣子一片 黏好之後就要開始把它丟進去雙面沾了 把它浸下去 這樣 然後筷子夾住黏的地方 感覺好像比較安全 明明就第一次自己做拿耶 有這麼多 好像做很多次的心得 因為疫情的期間 我已經好久沒有去除蠕子夾了 然後我的光流就斷了 大家最近光流還好嗎 長多長了啊 有拍到斷掉的大拇指要幫我打嗎 完美 好 然後其實我也不知道量大概有多少 反正我們就…就傻了 但既然是甜點我就覺得量可以不用太深 然後再來是肉桂粉 我之前做那個羊汁甘露 就很多觀眾丟訊息給我說 千萬 我照著你去做羊汁甘露 做出來的份量 是全家人的份 他耍眼 接下來我們就手工一時間的把它捲起來 它的那個蛋液是不是只有抹蛋麵啊 我是不是失敗了 我記得它好像是白色的 它好像沒有那麼濕耶 怎麼辦 我們土色還不夠喔 這樣 我不相信會失敗 上面再灑一些那個黑糖 讓它看起來比較漂亮一點 我們先送這一批進去看看 如果太濕真的不行 我再濕第二批 預熱差不多之後就可以把它丟進去 究竟有沒有成功呢 你看 看起來是不是不錯 而且我烤的時間又比玉琦 再稍微久一點 喔 這 這是一個拳頭嗎 但不是我在說拍起來真的很醜耶 這個好了 大家記得底部要抹油耶 不要像我一樣什麼都沒抹 就把它丟下去了 我們先切個剖面試試 喔 看起來好像挺不賴的 喔 裡面是全熟了耶 還有蛋白沒有拉開的痕跡 但目前目測看起來好像還… 目測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肉桂的香味很重 我覺得還OK耶 但蛋真的抹太多了 肉桂粉抹多一點點香精都會更夠 這樣我覺得不難吃耶 可是我用起來的外面沒有脆耶 再烤個5分鐘 現在現在目前狀況要好一點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耶 就這個啊 稍微烤乾一點點外皮現在 又比較脆一點了 大家看一下 很像雞蛋糕 我有兩個地方示範 第一個就是肉桂粉太少 第二個就是蛋太多 所以吃起來很像雞蛋糕 吃吃看加蜂蜜的 這樣 還不錯耶 還不錯耶 本來想要一個阿千的廚房小教室 結果我蛋一整天太開心了 磨太多了 大家可以去看那個 炎炎的IG正確的版本 不然的話你就是蛋磨太多 會跟我一樣就是做了一個 肉桂跟黑糖味的雞蛋糕 你們最近有做什麼失敗料理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就是很興奮 感覺失步非常簡單 你做得出來 剛剛 好啦 就是這樣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看我的頻道 對廚藝會很有自信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然後剛忘記跟大家說 接下來的吐司便呢 可以沾蛋液 對 又是蛋 沾上蛋液之後煎一煎 炒一炒 之後再淋上烈 我跟你講 咕咕地 就這樣 拜拜